台南市安平区肖太华区长 今日上午10点30分 与安平区在地企业 相红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成董事长 及安平社福中心代表 一起致安平区的六位弱势户 制赠炮脚机 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弱势的族群 需要我们照顾 那工户们的资源毕竟还是有限 如果有在地的企业 能够投入这一块的行列的话 我想这些弱势户的家庭的生活 一定能够获得改善 那社会会更友善 对于弱势的照顾与关心 是市政推动的重点 李董事长表示 愿真正该公司的产品 日乎自动滚轮炮脚机 给予萧区长专赠需要的弱势户 提早为这些弱势母亲们 还庆母亲节 萧区长特别感谢 祥宏公司李董事长 此次的善行议举 因为社会福利的执行上 会有些规定与限制 常有弱势户 成为照顾上的边缘户 此时民间资源的益助 将使对弱势户的照顾更为全面 李文成董事长也表示 虽不是什么大企业 但只要能力所及都愿意回馈社会 善尽在地企业社会责任 为祥和社会尽一份心力